这些水手只有18、19、20岁 在热带天堂中服役 他们不知道在海洋彼端 另一群年轻人准备趁他们睡觉时 对他们展开偷袭 在一个12月的周日清晨 他们的命运将展开数小时的短暂交汇 在恐怖的一瞬间 一千多人命丧荒全 1941年12月7日的历史 至今仍纠缠我们 这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号战舰 首次拍到的影像 这是一个水中坟场 也是生态系统中的定时炸弹 寻找一艘在偷袭前一小时 被集成的最高机密的日本潜艇 潜艇朝北前进 开始下潜 发掘当天的事实真相 还有巨变发生时 那些深历其境者 永难忘怀的回忆 当时我只是个年轻小伙子 我有幸能够生还 我失去了很多朋友 我伸手想要帮助他 但他的皮肤 全脱落了 我希望这种事永远不会再发生 除非身理其境 否则没有人能了解当时的惨状 他们没有逃生的机会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再也没有醒来过 这一天 世界历史将出其不一的改变 故事发生在夏威夷的一个沉睡小岗 珍珠岗 珍珠岗 夏威夷珍珠岗 新纪元的第一个夏天 六十年前 这座小岛发生战争 可能是美国历史上 离我最悬殊的战争 美国因此加入二次大战 两个小时不到 就有两千四百位美国军人丧生 自此 珍珠岗成为朝圣之地 许多生还者至少会来过一次 追思以往 并向成人的同袍们致敬 我们追念1941年12月7日 当时许多人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我承认 这很让我难过 因为我无法像其他人那样 当时我身高只有五尺三寸 体重125磅 我的岗位是五寸炮的预备天弹手 我连炮弹都拿不起来 怎么会发生的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 却连招架余地都没有 完全措手不及 就这么简单 这是海军最棒的单位 加入夏威夷太平洋舰队的水兵 可享受温暖的天气 阳光普照 放假时有很多活动 但在大西洋战区 情况则截然不同 欧洲作战超过两年 希特勒的士兵占领了巴黎 伦敦被纳粹轰炸 对驻扎在太平洋的水兵而言 未来可能的威胁只有一个 但大多数美国人 对这个国家几些人民一无所知 他们以为日本人都是近视的矮子 一群被保守君王所统治的古怪小家伙 事实上 日本是现代化的军事强权 与纳粹德国结盟 日本军队残忍地占领中国领土 并且准备入侵其他领国 但美国太平洋舰队阻碍了他们 1941年初 日本军队决定展开行动 日本为什么要跟美国作战 日本想要夺取和属东印度的油田 日本想要马来半岛的席跟橡胶 日本想要菲律宾 因为它的战略地位很重要 但是没人想到他们竟敢攻击珍珠港 这就是战争齐齐的原则 攻击人们意料之外的地方 这是57岁日本海军大将 山本56的构想 山本决定攻击美国舰队的根据地 舰队夏毛于檀香山附近的狭角港口 山本56在美国流过学 他上过哈佛很了解美国人 他曾经说过 就算我们行军到白宫 我们也没有办法征服美国 他计划攻击美国的构想是 日本必须要摧毁美国舰队 才有可能赢得战争 这样我们就有半年的时间 轻而易举地征服西南太平洋 建立防御屏障 使美国难以攻入 迟早美国人会放弃进攻 让日本保留战利品 1941年春天 攻击计划开始积极进行 但只有少数日本军官知道这件事 杰出的航空战略家袁田石 负责想出办法 对美军舰队失于迎头重击 造成对舰队的最大破坏 特别是主力舰与航空母舰 采取空中突击的方式 原田石决定使用各种炸弹 加上改装的潜水鱼雷 最能够奏效 夏末秋初时 日本飞行员为最高机密任务收训 他们练习攻击珍珠港时 所需要的低空攻击角度 他们不断练习 低空扫射飞行 到了秋天 山本的计划演变成一头巨兽 执行起来需要六艘航空母舰 超过350架飞机 而且几乎像是临时想到的 又加上了五艘袖珍潜艇 这五艘袖珍潜艇在攻击中 扮演重要而鲜为人知的角色 我们在檀香山展开探勘 搜集更多资料 其中一艘袖珍潜艇 差点破坏了日本的骑行计划 海底探险家罗伯巴拉德 想要找到这艘袖珍潜艇 他曾经找到铁达尼号与比斯迈号 对他而言 这趟搜寻是很独特的挑战 这是他所搜寻过最小的船只 而且没人确知他的沉默地点 与他同行的 还包括了六十年前 那次潜艇任务的船员之一 出语及次 他们要寻找的袖珍潜艇 是在珍珠港攻击之前 就被美国驱逐舰集成的 本来应可让美国人有所警觉 结果却没有 来 各位 我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位同事 走 走走走 威尔兰娜与鲁斯利兹 当时就在现场 对巴拉德而言 这次搜寻能够澄清一项误会 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 珍珠港的第一枪是日本人发射的 他们在周日清晨偷袭我们沉睡的舰队 事实上珍珠港的第一枪呢 是从这里发射的 由美国驱逐舰发射的 不仅美国人开了第一枪 这一枪呢 应该可以警告我们 将要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我觉得 非常讽刺的是 这艘日本潜艇是在飞机 抵达前一个小时被击沉的 却没有惊动我们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不解 巴拉德的行程紧凑 只有两周时间 进行这趟由国家地理学会 赞助的搜寻任务 搜寻的区域并不很大 他也使用了正确的器材 现在他只需要一点运气 1941年11月26日 日本舰队驶出港口 朝东前进 越过冬季的海面 队形中央有六艘航空母舰 四周有一圈巡洋舰 主力舰与驱逐舰保护者 总共有30多艘船 这项任务成功与否 完全在于是否能骑袭美国人 所以日本舰队采取的路线 比商业航线更偏北 要是有其他船只发现日本舰队 这项任务就会受到影响 可能会被取消 攻击舰队部署就位时 必须严格禁用无线电 更南方的五艘日本潜艇 逐渐接近欧湖岛 这些潜艇也被称为潜艇母舰 后甲板上各在有一艘袖珍潜艇 它们变成攻击武力中最具争议的项目 日本想要竭尽所能来攻击 山本认为既然有袖珍潜艇 就由它们来攻击 但日本也有高阶官员强烈反对 他们说别带潜水艇去珍珠港 首先潜艇进不去 其次潜艇就算混进去 也无法造成很大的伤害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潜艇会让美国人知道即将发生攻击 那里的美国人就会就战斗位置 所以别用潜艇 但他们还是使用了 每一艘袖珍潜艇能再运两人 十名精挑细选受过严格训练 准备为祖国捐躯的年轻人 偷袭的前一晚 他们将潜入珍珠港 在海底等待飞机攻击 然后对准射程内任何大战舰 发射两枚鱼雷 如果情况许可 他们会离开珍珠港 与潜艇母舰会合 但没有人真的指望 袖珍潜艇能回来 他们很年轻 充满了热忱 非常的勇敢 准备为天皇卖命 这是一趟自杀任务 没有人真的这么说 但事实就是如此 一趟自杀任务 而这些小伙子都跃跃欲试 没有人感觉到悲剧气氛 大家都觉得我们只是负责执行一项军事行动 但我觉得他们大概回不来了 搜索第一天 在通往珍珠港的狭窄狭湾外 约两里之处 就发生在这附近某处 1941年12月7日清晨 美国沃德号驱逐舰在这里巡逻 我觉得当时我们是比较靠近那个地方的 但是鲁斯觉得我们比较靠近这个地方 所有的一切都藏在历史里面 所以必须深入研究历史 阅读各种资料 因为很多历史是相当矛盾的 一本书这么说 另外一本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必须查清楚确定与不确定的地方 这里的不确定呢 就是攻击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进来 还有所有的历史资料 战争结束以后 其实在战争进行的时候 这里已经被当成了垃圾场了 我们很担心袖珍潜艇 已经被其他东西给盖住了 基本上呢 海底此处是一个二次大战的博物馆 我们不知道海流的情况 也不知道能见度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船只性能怎么样 所以今天会很有挑战性 我们谈看的第一天 巴拉德决定增加另一具器材 工作进行会更迅速 一具遥控载具 被称为小海克里斯号 这是一具影像遥控载具 速度很快 能迅速搜索大片区域 检查很多目标 这是很好的做法 小海克里斯号 被系在大型影像载具 阿古斯号后面 两艘载具下潜到600尺深度 控制室中 搜寻小组首度观察到海床 那什么 一个圆柱体是鱼雷吗 不 一根管子 真的很刺激 所有小东西都像是潜艇的一部分 这些东西看起来是深海炸弹 那里有一大堆 又有一个 搜索第一天告一段落 他们看到了很多残骸 如此而已 1941年12月6日周六夜晚 放假的水冰挤满了潭香山旅馆大街的酒吧 周末夜常客挤着用餐跳舞 西凯姆机场的战机 紧密地停靠在一起 太平洋舰队的战舰 停泊在港口中准备过夜 加利福尼亚号 奥克拉荷马号 马里兰号 田纳西号 西维吉尼亚号 亚利桑纳号 内华达号 美国承平时代的最后一天即将终了 1941年12月7日 午夜刚过数分钟 距离珍珠港入口十里外 五艘潜艇母舰准备试出袖针潜艇 日本船员可以看得到 危机机弯的灯火 风向改变时 还可听到爵士乐曲传来 每位潜艇员都写了一封信 给自己的父母 神田定 是个安静的高山男孩 热爱棒球 请原谅不孝子 数月未通信 我们快要前往 未知的地区 万一我遭遇不测 请不要为我悲伤 如果我没有写信 也不要惊慌 这表示我活得很好 再忠实执行任务 再会 出发前一晚 亭掌恒山 亭源神田与我 进入了平常士兵 不得进入的军官用餐室 我们吃了一顿 道别的晚餐 稍晚在军官市 举行了小宴会 初语目送他的朋友们 进入秀珍潜艇 用电话线与恒山 最后一次道别 我对他们说 保重 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在电话上 说的道别语 很平常 尽管他们很可能 有去无回 我们也不谈这件事 除语潜艇所在运的 袖珍潜艇率先出发 在凌晨一点左右入水 凌晨三点 所有袖珍潜艇 都朝珍珠港前进 除了一艘 由九卷哨佐所指挥的 他的潜艇回转仪故障了 没有回转移 他必须从水面导航 冒着被美国战舰 发现的危险 要偷偷地潜入港内 不让美国人知道 战争即将要爆发了 一定非常的紧张 犹如坐上针毡 然后 美国人错失了第一个凉机 凌晨三点四十二分 扫雷艇突英号的一名军官 发现水中有潜望镜 位于左船首五十马歪 突英号通知了 巡逻珍珠港的沃德号 我记得大概是三点三十分左右 我们的舰长呢 在三点二十还是三点半吧 宣布就战斗位置 你还记得吗 我不太记得确实时间 当时呢 我心想 这算什么舰长 才刚上任 就宣布战斗状况 他居然在半夜 想要操练我们 我记得我们认为 只是个演习 这个舰长是个难传的家伙 没错 其实他是最棒的一位舰长 你还记得吧 但沃德号的新舰长 误解了扫雷艇的报告 前往错误的地区搜索 日本人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在偷袭前四小时 他们的一艘潜艇被发现了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12月7日星期日 破晓时分 六艘日本航空母舰上 第一波攻击的飞行员 与飞机开始集结 三本计划展开两波攻击 第一波于上午八点抵达滩香山 第二波于一小时内跟进 所以必须让指定的飞机 在指定的时间准时起飞 每一波攻击需要15分钟升空 最先出发的是43架三菱战斗机 配有机枪和炮 可怕的零式战斗机 然后是49架97式轰炸机 别名KATE 每一架携带一枚1760磅重的穿甲弹 51架99式俯装轰炸机接着升空 别名WOW 最后又有40架97式轰炸机 携带特别改装过的鱼雷 在清晨6点20分左右 这些飞机集结朝南飞行 就在第一波攻击朝欧湖岛前进时 美国海军得到第二份报告 港口附近发现入侵者 清晨6点30分 托把船大火星号的侦察员又发现了前往进 然后看到了瞭望塔 沃德号赶往调查 这次他们发现了目标 潜艇开始浮出水面 当时我在船中央就在扶栏旁边 当我看见潜艇浮出来的时候 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舰长开始追逐这艘潜艇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们 他第一个念头呢 是去冲撞潜艇 但是他说这是我的第一艘船 我可不想弄坏的 突然间一号炮开火了 但是没有打中 因为潜艇高度不够 我们飞城接近 然后三号炮发射了 炮弹集中瞭望塔的时候 我看见水花四溅 当时一定是震耳欲聋 炸弹呢 就在他们的耳边爆炸 艇长应该站在瞭望塔中 炮弹集中瞭望塔 艇长一定立刻身亡 不过呢 因为潜艇又开始 开始下潜了 所以显然没有死 然后潜艇开始下潜 潜了没有多久 我们就跑出了深海炸弹 然后潜艇就爆炸了 我们又看到潜艇爆炸 但有人说潜艇浮上来了 翻了一个身 然后又沉下去 我们投了深海炸弹之后 他们根本无路可逃 清晨6点51分 沃德号的威廉奥特 布莱奇舰长 通知总部 他对不明潜艇开火 两分钟后 他又通报一次 沃德号的简短报告 在海军总部 慢慢往上承报 当天早晨 日本人第二次触动了警报 同样什么都没有发生 巴拉德搜寻第十天 还是没找到他们的目标 我们当时在这里巡逻 潜艇从这个方向过来 我们来自这个方向 那艘潜艇为什么浮出水面 也许小潜艇弄不清楚方向 所以他出来看看确定位置 目前巴拉德搜寻了约两平方里的海床 此地区被称为平床 也就是沃德号巡逻的地区 他们看到了很多残验 但还是没找到失踪的潜艇 每次他们在声纳上发现有希望的目标 结果总是其他东西 一架破碎的海上飞机 是海军在20年代末与30年代所使用的 一架格鲁曼汉服战斗机 然后发现了类似的袖珍潜艇 那是在稍晚的战争所掳获的 后来被丢在这里 最后似乎有所发现了 你想那是吗 对 那是个油槽 好 倒退再聚 让我们看一看 又一天的搜寻结束了 还是没有斩获 我们已经查看了所有目标 对 没有东西可以查看了 好 现在唯一没有查看的就是海墙的底部 所以我们收工拉起潜艇吧 好的 拉出水面 知道了 情况怎么样 小镇潜艇不在平床上 唯一剩下的地方是靠着海墙 好 所以明天我们带两艘潜艇来 到峡谷旁边查看海墙底部 用这些载具呢 没有办法查看到 他们已经快用光了两周的时间 但还是没有结果 对罗伯巴拉德与他的小组而言 时间快不够了 1941年12月7日早上7点 欧湖岛西北海岸的一具机动雷达站 侦测到大批飞机从北边接近欧湖岛 机群不到140里远 时速约180里 他们立刻打电话 通知东南方40里外的 潭香山情报中心 这通电话被转给一位二等兵 麦腾诺 然后被转给一位泰勒中尉 他才刚刚上任 泰勒叫雷达操作员别担心 他认为那只是一个中队的 美国B-17轰炸机从国内飞来 当天 日本人第三次触动了警报 还是无人留意 当时是早上7点15分 早上7点40分 第一波攻击飞机抵达欧湖岛海岸 他们利用潭香山广播电台的信号来导航 轰炸机与鱼雷机在9000尺高度 零式战斗机在14000尺高度护航 第一波飞机开始散开 形成攻击队形 一组飞机朝内陆飞向惠勒机场 其他飞机沿着西岸飞向珍珠港 他们是空中唯一的飞机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美国人知道自己将遭受攻击 早上7点50分 第一波飞机抵达了珍珠港 他们的先发目标包括西海机场 以及福特岛上的海军航空基地 克莱恩斯曼诺 当时是福特岛上的空军士兵 那个时候铁皮屋顶响个不停 四处传来了爆炸声 我抬头看到一架飞机俯冲而下 挂着一枚大炸弹 我想糟了 然后天下就大乱 炸弹开花 机枪扫射 那些飞机俯冲得非常低 几乎丢石头就可以打到它 劳福林的麦尔当时也在福特岛上 早上7点55分吧 爆炸声啊惊醒我们 我听见爆炸声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时钟 我说日本人来了 我望向窗口 飞机飞过来 我看见机身跟机一下的大炸弹 我可以兢兢处处看见飞行员的脸 几乎看见他的冷笑 阿尔冈号工程船 停泊在1010号码头 19岁的查理克里斯金森 在机械工厂中工作 我在想 真是可怕的爆炸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打开闲窗伸出头 看到福特岛上火势熊熊 我想老天哪 福特岛上曾有过这样的大火吗 那里真的发生了大爆炸 停靠到船上的士兵 花了一段时间才了解情况 伯特戴维斯 是塞尔弗吉号上的机械师 他以为这是某种演习 飞机进来的时候 我站在那里 我在那里擦鞋子 看到这些飞机冲进来 直直地飞过了指挥部 那时候我心想 陆军在搞什么鬼 礼拜天在做这种练习 俯冲轰炸机攻击机场时 鱼雷机下降到了几十尺的高度 瞄准了成排的主力舰 查理·克里斯金森在阿尔冈号上 清楚看到了第一枚鱼雷的攻击 当时飞机几乎是朝着我而来 角度很窄 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在水上三十英尺左右 所以几乎跟我差不多高 我可以看到飞行员的脸 他们戴上了头盔跟护墨镜 而且望向下方 等他拉平了飞机之后呢 就丢下了鱼雷 我心里就在想 老天哪 瞧瞧那个 鱼雷直直地朝 奥克拉河马后而去 这张照片是从日本飞机上拍摄的 显示主力舰刚受到攻击的情形 朝外的波纹是多重鱼雷攻击的结果 乔治史密斯当时在奥克拉河马号甲板下 听见战斗戒备的警钟 突然一个家伙抢了扩音机 只说了糟糕快行动 然后我们就被鱼雷击中了 我非常恐惧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奥克拉河马号几乎立刻开始反复 当他们说弃船的时候 我们只能从窗口爬出去 我们爬出去 船就翻倒在我们身上 我朝外跳了五尺到水里面 这不够远 如果你看到这艘大船朝你压下来 你就会游出最快的速度 我们必须躲开炮塔 他们压在我们旁边 船很快的就翻了 我知道一定有人被困在船里头 因为船整个的翻了过来 龙骨都朝天了 乔治史密斯刚从奥克拉河马号禁闭室 被释放出来 因为他不驾外出 结果他因此逃过一死 船被鱼雷击中之后 禁闭室是在船上的木工厂 鱼雷呢 把木工厂的桌子都给炸裂了 把守卫压在墙壁上 守卫呢 无法释放禁闭室的其他人 结果他们都淹死了 在福特岛的另一端 就是把舰尤塔号 在八点之前也受到了攻击 克拉克西蒙在尤塔号上担任火士兵 我从窗口看到飞机朝尤塔号辅冲 投下鱼雷的时候 急以倾斜 然后飞行员 他拉平了飞机 鱼雷命中尤塔号 后面的飞机也跟着攻击 我们知道船很快就会沉没 结果花了八分钟 八分钟之后 这艘船就成为历史 八分钟后就保销了 当飞机过去之后 我们来到另一边 朝福特岛游过去 我们游泳的时候 他们从两个方向 对我们扫射机枪 从这个方向 他们也从珍珠室飞过来 从那个方向射击 我看到了同袍尖叫 有些人在水中求救 真是一片混乱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最剧烈的攻击 还没有来到 修护船维斯坦号内侧 停泊着主力舰 亚利桑纳号 一架九七式红炸机 投植了一枚穿甲弹 朝亚利桑纳号的 二号炮塔落下 当时是八点十分 一架摄影机拍摄了 命中的画面 在那一瞬间 船上超过一千名官兵 扫生 石都海利当时在数百尺之外的西维吉尼亚号上 一阵巨大的爆炸 当我们发射十六寸炮的时候 在船里面听起来像是远处的雷声 但是那不像是雷声 而是一声巨大的爆炸 我们的船尾被举了起来 同时受到了鱼雷攻击 船身开始倾斜 我们看见大概有三十二个人 从亚利桑纳号上被抛了出来 亚利桑纳号满载的燃油 开始露出来着了火 温度非常强烈 临近船上的人都受到威胁 当时克劳森跟我脱到只剩下内裤 跳进水里面潜油 我们不是潜水服 但是那天我们潜在水里面 因为水面上的空气非常的烫 亚利桑纳号漏出来的油 都在燃烧着 穿甲弹射中了亚利桑纳号的前弹药库 引爆了超过一百万磅的火药 没被炸死的人都现身活害 他们陷入了着火的油之中 努力地想要游出去 冒出水面 呼吸一口气 他们的眼睛就像血一样的红 我到今天仍然能记得 他们脸上的皮肤 整片整片的脱落 水面全都是油 他们简直是泡在油锅中 博特戴维斯架着救生艇去拯救生还者 天哪 真是可怕 有个家伙伸手想要抓住船鞋 我伸手帮助他 抓住他的手臂 想要拉他起来 但是他的皮肤全都脱落了 当时才不忍睹 拉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攻击开始三十五分钟后 第一波战机飞走了 造成一千多人死亡 亚利桑那号爆炸沉没时 许多十来岁的美国水兵 被困在下层甲板 珍珠港遭袭六十年后 亚利桑那号仍躺在海底沉没处 船上遇难官兵尸体 大多没有被巡获 船身上层结构在战时被移除 只剩下三号炮塔仍在水面之上 亚利桑那号近于约一百年前 超过一半时间沉没于水中 国家公园署负责维护纪念馆 并且会检查残骸的情况 检查船上的通道与舱门 十四寸直径的巨炮 船舱内部对潜水富而言过于危险 所以国家公园署从来没有派人进入滩滩 直到现在 国家地理学会提供一具小型遥控载距 让工作人员首次能看到亚利桑那号内部的情况 初步探勘显示 嗅食情况超过预期 而且由于内部深处的状况 可能会导致生态灾难 自从沉没后 亚利桑那号每天都露出约两品多的油 但现在国家公园署出担心 油槽随时都会破裂 目前估计 油槽中约有五十万加仑油在传围 目前科技无法触及那些油槽 我们想了解全身金属与内部结构的状况 我们想设法控制住漏油 现在油开始从多处露出 现在油开始从多处露出 为了了解这对珍珠港的威胁程度 国家公园署对亚利桑那号进行了详细的评估 丹兰兰米汉是公园署的潜水夫兼考古学家 如果一下子全露出来 将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 对公园署而言 他们必须设法避免在珍珠港中发生油污染灾难 没有理由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有理由不了解这艘船的情况 没有理由让这种灾难发生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需要强先展开行动 了解情况 问题之所以变得更加复杂 是因为这艘船的坟场地位 以及油污的象征意义 许多游客与生还者 把油污视为亚利桑那号的眼泪 或是认为亚利桑那号在流血 我们必须考虑 人们对油污的这种情感与意义 在保护生态与保护坟场之间取得平衡 保护此地所象征的灵堂意义 国家地理的海底摄影师大卫都比列 与公园署一起探勘 尽管亚利桑那号部分已被拆除 其余部分也慢慢袖拾掉 近看仍然非常壮观 这些海军巨炮 可以发射相当于一辆金龟车的重量 到20英里远 亚利桑那号以及所有的主地界 都是以这些巨炮为主而建造的 我们现在下去要寻找的是第31号 隐藏在珍珠港的油污海水中 一号炮塔已经被遗忘了40年 现在 都比列想要为国家地理杂志拍摄这些巨炮 我碰上的问题都与能见度有关 只要一踏脚一踢挖鞋 就会扬起很软的淤泥 泥雾从地上冒起来 能见度立刻从清晰的五尺到七尺降为0 炮管如一辆巴士班长 膝带足够灯光到海底来拍摄 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都比列需要六人工作小组 为这座海底灵堂带来生命 他所拍摄的英语影像 唤起亚利桑那号的悲惨历史 我想我拍到了 一号炮塔的三座主炮 炮管从泥雾中伸出来 仿佛像三个手指头一样 我望着他们 后面是绿色的背景 非常的阴沉黑暗 公园署的丹兰尼汉 潜下来检查中央炮管 这是亚利桑那号 非常阴沉隐秘的照片 对生还者而言 亚利桑那号不仅是一艘沉船 也许只有这个国家公园 能够如此触动参观者的情绪 生还者让我了解 身为一个美国人的意义 在这里工作了五年 我成为一个最坚强的美国人 此地能让人了解战争的代价 以及自由的代价 在纪念馆中有一面墙 写着葬身于船上的 1177名官兵 所有回来的生还者 都认识某个死于12月7日的同袍 他们没有逃生的机会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再也没有醒来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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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想要请你拥抱我 但是我不管怎么样 都要拥抱你 热力的拥抱 来 我想你也许不愿意拥抱 我这样一个糟老头 我愿意 亚利桑那号沉默时 康尔是个20岁的水滨 当医生告诉他 来日无多时 他决定回到珍珠港一游 我在那里 失去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 一想到这儿 我就好难过 我差点连自己的命都丢了 我希望自己能平安到达那里 卡尔几乎从来不谈那天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他终于要一吐为快 我呢 就是从这里爬出来的 三号砲塔 从这里出来 以前这里有个帖子 我爬出砲塔 从这里下去 我在甲板上做沉间勤悟 突然飞来一架飞机 我没有留意 因为福特岛上总是有飞机起降 突然我身边碎片四射 那架飞机对我扫射机枪 有人高喊 日本人来了 寻找掩护 炸弹爆炸 我稍后得知 炸弹落在四号砲塔 我十几分钟前工作的地铁 我被震晕了过去 两个肺都破裂了 我也被烟雾呛伤了 灯光也都熄灭了 我不知道躺在那儿多久 但是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四周并没有金黄失措 只是浓烟密布 水深极西 我碰到一位朋友 他在哭泣 希望我帮助他 我惊恐地望着他 他脸上 手背上的皮肤都脱落了 像一张面具似的 挂在那个地方 我握住他的手臂 皮肤就 就 就粘在我的手上 我对他 完全是爱莫能助我 这件事一辈子都纠缠着我 他们发出弃船的命令 我们就直接从甲板跳下水 我想我晕了过去 沉入水里面 一切都非常平静安响 这样死去想必很容易吧 然后我看见了光亮 是我醒了过来 于是我浮出了水面 四周都是油雾 我的牙齿 嘴巴 喉咙里都是油 味道非常恶劣 今天我都还可以闻到 四周都是油雾火焰 有人看见我在水里面 快要被火焰吞噬了 于是朝我过来 伸手把我从水中拉上来 那个人救了我一命 罗伯巴拉德搜遍了 珍珠港外的海床 但没有找到失踪的袖珍潜艇 这是 这是伊犁 我们要把你送到 底部那里 还是底部 到那里去搜寻 现在 他把注意力转移到 于海岸略平行的 陡峭珊瑚礁壁 他称此地区为海墙 在这种搜寻中呢 必须假想自己是潜艇的艇长 因为他的行动呢 将会决定搜寻的区域 从他当时的反应状况呢 让你能够估计搜寻的范围 如果他当场丧生呢 你就不需要揣摩 他的想法了 因为他会死在被击沉的地点 但是如果他没有死 就会采取闪躲行动 于是你就要自问 如果我是他 我会怎么做呢 他有两种选择 第一是继续进入珍珠港 第二呢 是掉头逃往外海 如果袖珍潜艇逃往外海 沉没在更远的海域 巴拉德就没有时间继续搜寻了 但如果袖珍潜艇继续深入珍珠港 巴拉德也许还有一线机会 利用他们自己的袖珍潜艇来搜寻 好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出发 那我们就出发吧 我们往北走 向左转 使用潜艇的缺点是 巴拉德一组人无法看到现场 他们必须依赖潜艇驾驶员 透过无线电的描述 事后再观看录影带 我们放下了潜艇 将潜入200公尺深处 朝北前进 机场呢 就在那个地方 潜艇可能会碰上海墙 然后转向西 沿着墙壁而行 如果修正潜艇撞上海墙呢 就会沉到底部 我们将花一天时间 搜索陡峭岩壁的底部 通往进入珍珠港的峡湾 我觉得这具深海潜水器呢 就像是有人驾驶的机器人 里面有个人 外面是很厚重的外壳 但操控起来非常灵活 可以做轴性旋转 能够进入很危险的地方 因为体积很小 没错就是这个区域 我觉得可以再向前推进一点 控制室内 大家只能聆听对讲器 他们报告找到了很多的电池 而那艘潜艇呢 有很多的电池 所以 听起来好像很有希望了 但是我们还不确定 然后潜艇驾驶员发现一枚鱼雷 就在事情应该变得有趣的时候 真的开始变得有趣了 他找到了一枚鱼雷 还有一些残骸 就在我们事先估计潜艇撞上海墙的那个地点 巴拉德觉得他们快有斩获了 但无法确定 直到他们拉起深海潜水器观看录影带 12月7日早上8点35分 偷袭行动稍息20分钟 岛上所有机场都忙着清理跑道 让美国战机能够升空 准备使用防空炮 成立战地医院来照顾伤患 许多人都是灼伤 战火中也出现了许多个人式的英雄壮举 其中一位是西维吉尼亚号上的火石兵 陶瑞米勒 米勒把富商的舰长送到安全之处 然后用机枪射下至少两架敌机 这件故事令人称奇之处 是陶瑞米勒从未用过机枪 更没有接受过射击训练 因为他是一个黑人 就像1941年美国海军中的所有飞翼士兵一样 他只能担任最低层的职务 有14人接受美国最高军事表扬 因为他们在珍珠港的英雄表现 而获般荣誉勋章 但陶瑞米勒不是其中之一 他只得到海军十字勋章 他没有得到国会的勋章 只因为他是个黑人 你知道当时海军的作风 黑人只能够当军官的仆人 他从来都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生命 他抓住一艇机枪就开始射击 他的行为真是英勇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 他应该得到国会荣誉勋章了 珍珠港偷袭两年后 陶瑞米勒也为国捐躯了 他服役的军舰被日本潜艇击沉 珍珠港早上八点五十五分 海面仍然弥漫着烟雾火焰 但日本的第二波攻击已经来临 这次有167架飞机 分为两组进攻 一组飞向内陆 另一组从东岸朝南到珍珠港 这次美国展开了反击 港内烟雾浓密 日本飞行员看不见攻击目标 他们的目标之一是逐利舰内华达号 船侧已有破洞正努力朝霞湾前进 俯冲轰炸机对准这艘辅商巨舰 如果现在能够把它击沉 就可以阻塞住峡湾 把舰队困在珍珠港内 很多的飞机冲上来 内华达号受到了重创 飞机俯冲轰炸攻击 看起来就像是蜜蜂返回蜂窝一样 这么多飞机一涌而上 既然没有在空中相撞 实在是很奇怪 炸弹如雨下 内华达号舰长设法使战舰搁浅 不至于沉默 保持了峡湾畅通 到了十点钟 偷袭结束了 第二波攻击飞机返回航空母舰 留下惨破的太平洋舰队 西元1941年12月7日 这是历史上可耻的一天 美国突然遭受日本帝国 海空军的恶意攻击 然而当时 美国跟日本是保持着和平关系的 美国举国上下都被珍珠港的消息所震惊 这件事情 所有65岁以上的美国人都记得 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 这件事团结全国人心 让大家同仇敌侃 没有其他任何事情 能够有这种效果 1941年12月7日 星期天 历日 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 突然遭受日本攻击 我现在在此郑重宣布 美国跟日本 进入战争状态 到了12月11日 美国向德国日本宣战 正式参与了世界大战 美国的世界地位自此永远改观 此时珍珠港的生还者 面临一个问题 不知道如何通知家人 自己仍然平安 海军要我们每个人 写明信片给父母 让他们知道自己一些平安 我拿到了最后一张明信片 在12月9日寄出去 我母亲直到2月的 第一个礼拜才收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花 那么久的时间 她一直都不知道 我是否还活着 当邮差在邮局 收到那张明信片 她立刻就关闭了邮局 跑到了我家来 她在清晨6点的时候 唤醒我母亲跟继父 然后告诉他们 你儿子很平安 这是她的明信片 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母亲不敢相信 我一想到这儿就很激动 她描述了她的感觉 我非常的感动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当攻击爆发时 杰克麦卡龙刚与高中女友 罗贝塔新婚七周 直到圣诞节 她才知道夫婿发生了什么事 杰克是在亚利桑那号上服役 海军部非常遗憾告知 你的丈夫海军炮手 约翰·哈瑞·麦克龙 尽忠职守 因功负伤 我在1941年12月25日 圣诞节早上的七点才收到电报 就这 我不愿意这么说 但是在我81年的岁月中 收到这封电报 是我这辈子最恶劣的一刻 因为我不知道 新婚49天的丈夫 究竟是死是活 杰克躺在欧湖岛的医院中 受到严重烧伤 决定不要让妻子承受 再看到她的痛苦 我告诉罗贝塔 忘了我回索加斯去吧 因为 因为我整个人被烧伤了 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个样子 我想我的脸 还有我的头发都毁了 除了圣诞节外 我离家三千里远 离我丈夫也有三千里 我什么人都不认识 我想那个时候 我没有写信给你 我很久 很久没有写信给他 我受到的惊吓 跟他一样深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 我大概是有点恢复了 我回到了船上 我深爱我的妻子 我知道 如果我要活下去 我就必须跟我妻子 在一起 我朋友跟同船水手 带我到福特岛的病房 让我躺在那里的地板上 我看见 另外一位水手 躺在我的对面 他用手压着他的内脏 然后他抬头 望着我 他说战争真是地狱 对不对 兄弟 我说一点都不错 最近我被诊断患有胃炎 我想我来日无度了 也许我不善言辞 没办法好好表达 同袍兄弟的故事 但是为了 为了不让他们被遗忘 这是我 回来此地的唯一理由 我是个很内向的人 这件事让我感到很困难 但我想现在是说出来的时候了 我觉得 我觉得很值得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今天是搜寻的最后一天 巴拉德的机器下水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但他对结果不抱希望 这是搜索的最后阶段 我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现在我们有两艘潜艇下水 但是看起来并不乐观 因为我们查看了所有优先地点 却没有找到修正潜艇 现在我们开始搜寻次药地区 这会花很多的时间 因为这是一片大海洋 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呢 我会非常的吃惊的 深海潜水器从海墙回来 最后一次被拖掉出水面 上面有一卷路引带 记录着所碰到的残骸 消息很不乐观 有可能 但是我个人呢 并不相信 在迅速浏览录影带后 巴拉德的担心成真 仔细检查后 本来以为是一堆电池的 后来发现是别的东西 看起来是个防空炮弹侠 你觉得呢 看起来挺像的 你觉得看起来像不像 潜艇驾驶员发现的鱼雷 弹头已经被移除了 不可能来自失踪的袖珍潜艇 到了某个程度呢 就会知道搜寻不可能成功了 因为已经尽了全力来回检查 同样的地区呢 两三次了 我们发现了一堆垃圾 没有发现潜艇破裂的痕迹 但是也许是破裂了 我想应该是这样 小了 显然潜艇没有生还 它在战争中扮演任何角色吗 显然如此 但是潜艇最后是怎么沉没的呢 是在珍珠港内壮裂成人呢 还是后来被其他人给击沉的 最后的情景又是怎么样呢 目前我们都不知道 袖珍潜艇的秘密 也许会更不为人知 但在1941年12月8日早上 它们泄露了行踪 一大早 一艘小潜水艇被冲上欧湖岛的东岸 那是由九卷兽佐所驾驶的袖珍潜艇 它们的回转移出了问题 九卷也被冲上岸 筋疲力竭神志不清 它还来不及自杀就被俘虏了 于是成为美国的第一个战俘 七日凌晨出发的十名潜艇员 只有九卷一人生还 历史学家大多把这趟潜艇任务视为败笔 因为据我们所知 只有一艘袖珍潜艇进入了港口 射出两枚无害的鱼雷后就被击沉了 但根据日本飞机在战斗开始时 所拍摄的一张照片分析 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照片显示 八点左右主力舰群遭受攻击时 在水面上可看见一个阴影 似乎像一艘小型潜艇 还有一枚鱼雷的波纹 直直朝着西维吉尼亚号而去 虽然有些历史学家抱持怀疑 这可以说明初雨在七日晚间 所收到的一个讯息 当时攻击已经过了十二小时 讯息来自他的朋友恒山少佐 突击成功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恒山的潜艇从未返回 其他袖珍潜艇也是如此 多年来 初雨一直很想知道 恒山与其他船员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知道他们丧生于这片水域的某处 这是他们准备接受的命运 当然 我希望他们能回来 但一位艇长告诉我 如果我回来了 我就会引狼入室 让潜艇母舰陷入危险 所以就算他们成功了 我不认为他们准备回来 一位潜艇员出发前 留下一页当天稍早写的诗 引花凋谢于巅峰之时 无异负如是 众人可称无高山之花 无骨将散置于遥远异国 无情的荒原中 出雨在最后一天行程 想看看亚利桑纳号纪念馆 向死于1941年12月7日的美国人直径 日本与美国开战一定是有理由的 但来到此地 看到太平洋的波涛 我质疑我们为何要作战 日本与美国是兄弟之邦 太平洋的和平就是世界和平 这趟旅程使我感觉 我们必须一起维护和平 杰克麦卡龙与卡尔卡森 也来这里追思他们的船与同袍 国家地理学会的摄影机 在水中进入了空荡的船身 这是军官室的第一个影像 来自另一个时代 被冻结在时光中 一间浴室 又致式的肥皂盒 一张军官的桌子 文件仍然放在木格中 一个积满了沙子的洗手台 上方是一面刮糊镜 对杰克麦卡龙而言 这些过去的影像 让他不忍足堵 四十年了 四十年来 我都没有办法谈论这件事 我不去谈论这件事 我也不去想这件事 我已经把他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 我没有任何记忆 真的没有 当我看到了门牛上的藤壶 头上的灯具 我想 住在这里的长官是谁 他有没有生还 那个门牛曾经闪亮如星 他曾经打开灯来阅读 我不记得那艘船是这个样子的 在美国海军的珍珠港号战舰上 珍珠港的精神永远不死 对生还者而言 搭乘这条船旅行 能见识到这数十年来的进步 也能参与永远不会改变的传统 克拉克西蒙在厨房闲逛 回想起他服役于 1941年种族隔离的美国海军情景 黑人能做的 只有一种勤务 那就是服侍军官 我对飞翼的男女 在军中的成就 感到非常的骄傲 这艘船上 有很多很多的军官 他们都是黑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有多么的高兴 看到他们杰出的表现 对查理·克里斯金森这样的老兵而言 他们能把战斗的意义 传给下一代的新水手 我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18岁就加入海军的我 我19岁的时候碰到珍珠港偷袭 我无法想象 我是说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惊慌 我没有办法想象 天翻地覆的景象 整个世界成为一片火海 日本攻击后 亚利桑那号继续燃烧了三天 这次偷袭的最后伤亡数字惊人 超过2400人死亡 1200人负伤 美国太平洋舰队中 有21艘军舰沉没或被摧毁 包括8艘主义舰 超过300架碑机被摧毁 山本56将军几乎达成了他的每一个目标 但是他没有摧毁美国航空母舰 在接下来的战役中 这将成为严重的失误 对于美国最有利的是 我们的航空母舰没有受到攻击 山本集成了主力舰 自从那天以后 主力舰就不再是海上的要角了 此后重要的是航空母舰 偷袭珍珠港 虽然死伤惨重 人民当然是最重要的 船只的损失也很惊人 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击沉任何的航空母舰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错误 对日本而言后果尤其严重 但也许最严重的失散是 这场挫败对于美国战斗精神的影响 美国没有因此倒地不起 反而发出团结的怒吼 第二天早晨火焰仍然在燃烧 有些船只状况不明 有些船只居然还挂着昨天的旗帜 但是到了八点你猜怎么样了 有些船仍然现在泥沼当中 不过升级时间到了 于是美国国旗四处飘扬 一切都没有问题 美国人开始工作 除了亚利桑那号 犹他号 与奥克拉荷马号之外 所有被集成的船只 都被重新扶起修理后 又开始服役 其中许多船只将参与未来的战局 挖达康纳尔战役 硫磺岛战役 冲绳岛战役 当天许多生还者也重批战袍 我在海军长大成人 我学到了很多 当我退役的时候 我身高六尺 重两百磅 我真的长大了 在海军成为一个男子汉 当我提起珍珠港生还者的身份 特别是当我穿起制服的时候 我走得特别骄傲 我代表着国家直到我死 我都代表着国家 我会永远感到非常骄傲的 珍珠港像是带给我新生命 也许我当时已经很大了 但是我仿佛感觉到 我在那一天重生 珍珠港生还者都很特别 他们对于彼此与国家 都存有一份特殊的情谊 他们的同袍之情 是平民间的感情无可比拟的 只有同在散边坑待过的士兵 才拥有这种感情 这些人一起历经患难 这不是什么炫耀之情 不是什么胜利之情 而是我们一起熬了过来 当时我们都在那里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非常美丽 我很惊讶 这里是如此美丽 我知道 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 前来向我的同袍致敬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们只是一串名字 但是呢 他们永远是我的同袍 珍珠港将永垂不朽 珍珠港就像盖茨堡 就像南军最后的投降地 就像林肯被刺杀 就像约克镇 华盛顿将军 接受英军投降 如果珍珠港被人遗忘 但愿老天保佑美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